1 2 3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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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健要開時尚Party也第一位光臨的社交民間我們歡迎陸佳儀小姐 佳儀出來囉 哈囉 陸佳儀 好 我們的第一台攝影機呢在這邊 請妳在這邊站一下 來 拍Pose 好 攝影機在這裡 好 麻煩到我們的背板前面去拍照 好啦 夠了吧 小姐 哈囉陸佳儀 你又來了嗎 下一任我們的社交迷人 我們歡迎佩慈 佩慈出來囉 好 麻煩到背板前面 幫我們拍照 好 佩慈請留步一下 好 下一個女明星要跟妳合照 請麻煩那邊等一下 好 嚴重的跟康熙來要求 一定要最後一個出場 我也沒有辦法抗拒她 我們歡迎徐西蒂小姐 社交迷人 這什麼事 好可憐 怎麼會很重人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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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拚她嗎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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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變小了耶 真的嗎 所以不靠這些東西是上不了的 所以一定要把腿扒開嗎 一定要 可是這時尚發擺中 妳大概又再也不請妳了吧 因為像我們這種 只能靠露內褲啦 或者是乳溝露 露多一點才上得了本面 好 我要幫妳介紹 今天參加的時尚迷人 佩慈跟佳怡剛剛都介紹過 接下來是化妝大師Roger 歡迎 Roger旁邊是社交迷人 董曉雯 妳好 大家好 妳好 妳那是真的社交迷人喔 家裡是有錢人嗎 不是 不是 因為所謂的名媛 不就是家裡是有錢人 才叫名媛嗎 真的嗎 真的 對啊 好 社交迷人董曉雯旁邊的是 常常幫時尚發辦公關活動的 VIVIA 妳好 VIVIA旁邊那個人如果我不介紹 她會累妳嗎 我覺得不用理她啊 好 我們介紹時尚界的牛郎語言 從討論 討論什麼牛郎姿勢啊 不是 因為常常知道在時尚派對 有時候會作秀 然後作秀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表演者 已經在融入在觀眾裡面 然後在音樂一開始 然後我們就 妳不是在當被包養的男生嗎 沒有 妳是不是號稱自己在時尚圈 滿多貴婦愛妳的 沒有滿多啦 偶爾有一兩個 她們是怎麼表現愛妳 就會自己跑來跟妳講話 參加時尚派對圈裡面穿這樣 可以嗎 我其實滿常看到她的 在時尚派對 有人在注意她嗎 好 她看到我啦 對啊 當然啦 妳中了她的氣勒 配情 可是因為她胸部很大 妳就是會很想要瞄個一兩眼啊 她每次去參加派對 都幾乎都會開低胸 就比女明星還低 即使不是秀服她也這樣穿嗎 就是她如果穿襯衫啊 她也是會 真的是妳真實人生的衣服嗎 我認識耶 是耶 Roger老師這樣穿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種 一種個人特色 然後媒體會喜歡 她們剛才那個活動是一定要的 參加時尚派一定要去背板前面拍照嗎 對 這個等於說 Photocode這個Session這個單元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幫客戶 可能你們俗稱的撥板面 OK 但這個時候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客戶有一些他們的品牌形象 那這時候怎麼將他們維護 那像董曉雯這樣真的釋交名媛 她怎麼看待這些明星在那邊拍的時候 一直擺一些很性感的姿勢 會覺得我們很丟臉嗎 我覺得很好啊 那我們就偷偷摸摸跑進去就好了 妳沒有跟妳朋友講過 就妳看看他們 然後就走進去嗎 頂端就是 哇 好辣 就這樣子 就這樣 讚許的心情 她的心底好一點的 因為我聽說滿多貴婦 會瞧不起明星的耶 可是我們也滿... 我們也滿愛講別人壞話 我們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再說 我們也沒有再說 如果貴婦可是很胖 妳們就會忍不住 就會說她憑什麼穿那套衣服 就是我覺得在時尚派對 因為大家都從頭到腳 都會一直被子蟹打量 然後妳就會常常看到 譬如說有一些貴婦走進來 然後就是會有人就會就是... 然後她就這樣 然後就說 妳今天看起來 最近過得很好啊什麼 就是會用一些... 會用一些很... 就是看起來氣色很好之類的 我們都不會去講別人說不好 就是如果面對面 就說妳今天氣色很好之類的 如果當場一定要講好話的啊 以前我還記得我們 剛開始參加派對的時候 李傑還不是很著重 還會出現那種 躲過鬧的動作 他就會... 比如說我跟大姐坐在一起 他就會說 當然了... 就是那個場上雜誌那個名言 還會出現那種手肘碰手的 好丟臉喔 對 然後我就說 妳看她本人怎麼會長這樣 或等等之類的 妳不知道一定要... 首先要微笑 因為有音樂所以會適合妳的聲音 所以妳要一直微笑說 妳看她胖前那個樣子 要這樣子啊 一定要陰險 對 我們現在都學會這些照片 而且要就是嘴巴微笑 比如說這樣長的話 也是這樣 妳看 就是長在裡面 就是這樣長 然後我發現那個 時尚派對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大家見到 就不捨的一定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揍鼻子 後來發現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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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樣子 可是就很多人會 而且我跟你講 妳要站起來跟S表演 就是妳們見面的時候 要做 而且我還有一張 一定是貴婦絕對會用的 所以妳們在時尚派 一定是這樣見面對不對 然後就是見到 然後見面 貝子 好久不見 我不行 我也不來 妳剛剛要幹 就是一段 貝子花很多時間克服妳 所以不要 妳願意看 對 就是要皺鼻子 我覺得陸佳麗做得比較好 對啊 而且我跟妳講皺鼻子之餘 他們的招手一定不會是這樣 他們會是這樣 對 因為妳這樣子如果有時候 那可不可以親熱 會不會親熱到 抓住對方的手 在原地跳動那種 會有那種好久不見到 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話 對 然後如果是握到手 他不會這樣跳動 他就說 今天好漂亮喔 對 就會 應該都會抓手 就說 妳的裙子好毛喔 對 不會有過大的動作 所以也會有人抓著Roger 問Roger說 妳看我今天打扮得好不好這樣嗎 我很怕去這種時尚派對 因為我覺得很像一個錄影機 Roger妳站起來 所以每個時尚名員 都要上去握住她的手 所以妳看我今天打扮得怎麼樣 好 開始 來 陸佳麗先 我先 Roger老師好久不見 妳好啊 小明依好久不見 我不會問Roger 妳會問這個問題嗎 我會問這個問題 不會問嗎 對 所以是誰會問 大部分女藝人比較不會 他們很多名員 因為有的時候妳去派對久了 大家變朋友 對 所以妳如果跟小文不認得 然後她一見面就問妳說 大師妳覺得我今天打扮得怎麼樣 妳要怎麼回答 我就會問一下說很好啊 對 因為不知道 有的時候我甚至於對 連對方是誰我可能都會 就應付一下算 對 因為去派對最主要是自信 就是要很有自信 並且撐遍自己說 我今天真是很大氣很氣派很美 所以S間特別為大師 穿了鴕鳥毛 所以妳要去問一下大師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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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棋色好好喔 妳也是 妳怎麼樣好不好 我今天實不實勝 妳怎麼今天 妳應該再露一點 真的嗎 對啊 露才可以薄反面 我今天沒有第一名嗎 妳今天如果這邊開一點 低一點OK 妳就討厭耶 妳都討厭耶 假的要 妳怎麼不脫 妳不是很喜歡脫嗎 現在已經有 裡面有奶水的胸部 然後妳們還要幹嘛 好 請坐 那請問 時尚趴一定要給妳們錢嗎 沒有 有的時候是 比如說給妳二十萬的那個 配額 當然就是給妳這一筆 然後妳可以自己去選 自己喜歡的東西 余秉諺妳有配額嗎 這個問題還滿尷尬 男生通常比較還好 但如果有比較知名的話也會有 要不然就是送妳比如說禮物 妳最高額度可以到多少 十萬塊之內 妳多少 三四五是必須要買那個廠牌的 不用 她們都是一直急著拿來給我挑 我都說我... 我真的我沒有很喜歡 她們就會拜託啊 對 實際上可以不能多看妳 這我可以作證 因為剛剛小孩子還參加我們的 一個派對 真的嗎 哪一個 Gucci的 我們客戶非常喜歡她 然後那個... 我給妳們第一名 而且她很準時 真的要是很準時 我們還派了特別的那個 像幫她趴車的 她說不用 她很大氣 我的客戶跟她上海人 沒有 我跟妳講 是因為她老公載她才這樣 對 她誤會了 真的嗎 又演好老婆 妳們誤會 她平常不是這樣的 拜託 我很不耍派頭的耶 是啦 我們都滿隨便 我們都會先約好 然後就是有助理開車 我們就直接擠在一台車上 或坐計程車也沒關係 坐建設怎麼到十萬塊下車 我們就會在遠一點下車 遠一點的地方下車 會突破中間行 真的是這樣啊 可是我的心情是 早到可以早喝酒耶 像Gucci那一場 我就先跟我老公進去 喝了很多杯香檳 所以如果有一個凡人的老頭 一直跟妳講話 妳要怎麼脫身去拿酒 我就會說你好喔 來 我來跟妳聊天 好 C弟 好久不見了 你好... 妳最近怎麼樣 我最近很好啊 公婆怎麼樣 公婆很健康 謝謝 妳要不要喝一杯 我不可 謝謝妳... 我們多聊一下 所以 妳先生她最近身體好嗎 Baby 這是我老公 好 妳先跟她聊一下好不好 妳把... 她笑頭啊 因為妳要跟我老公認識一下啊 OK 所以這樣我就不能纏著妳了 因為我老公已經出現 妳就沒辦法纏我了 妳不會再追過去說 小燕姐 我還要跟你聊吧 當然妳要去拿酒嗎 我拿酒 然後就永遠不回來 拿酒是很多人在用的 可是日子佳儀 明媛自己去拿酒 會不會失禮 不是 有的時候就是 譬如說聊天 聊到一個很尷尬的境界 就兩個人已經沒有話 就說妳有沒有喝酒 妳覺得卡住幾秒算尷尬 就是大概一兩秒 我覺得兩秒已經極限了 就是卡住 然後她就對望這樣 然後她就一直笑 妳說我們示範卡兩秒好了 小米 西蒂 好久不見耶 妳家好美喔 妳今天也好漂亮啊 謝謝 我剪頭髮了 真的喔 兩秒嗎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就這樣 給我喝酒... 我去拿... 然後我是介紹朋友 那妳去拿的時候 會替她拿一杯嗎 不會啊 就是走啦 把她去死就對了 那如果妳去拿酒的時候 在桌前遇到另外一個人 要打招呼嗎 就如果妳去拿酒 遇到佩慈也在拿酒這樣 要打招呼 就是只要眼神對到 就要打招呼 那妳可能可以跟她講說 這個很好喝 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東西妳們要吃 然後就拿著妳的東西 妳就又走 真的嗎 對 所以Party聽起來是一個 不斷逃避別人的過程 還有妳一定要裝很熱情跟和善 對 其實Party有的時候就是 大家還是會習慣 跟自己熟的朋友 還是要有自己的人馬一起去 對... 所以妳們之間真的會比說 誰今天穿的心頭 不夠煌或什麼的嗎 這個倒不會 但是如果今天 比如說是一個品牌 她穿的不是這個品牌的衣服的話 偶爾會這樣 Chanel的Party 就一定要穿Chanel的衣服 至少有戴上那種東西 這是一個禮貌 尊重那個品牌 然後如果戴了Chanel的珠寶 可是穿了Prada的衣服 這樣可以嗎 還可以接受 如果她身上衣服不要有Logo 或是就其他品牌的明顯 如果很大的Findy那個就好 就像有白目 如果是Chanel的那個珠寶 可是是很久以前很過季的呢 只要她自己的風格是OK的 所以過季不丟臉對不對 不會 珠寶還好 那如果服飾過季的話呢 那就有一點會擔心 衣服會 衣服連我們都會討論 過季怎麼辦 就像這上一季過季的 會當場講嗎 沒有...就是私底下 會這樣 那是上一季的衣服 然後就... 穿上一季的很最大二期嗎 就是不是說名人的部分 不被討論的話其實OK的 因為她可以搭配自己的 其他的配件 有自己的個人風格 是OK的 她如果穿了一身都是過季 可是帶了一個兩千萬的珠寶 有沒有贏 沒有 也不贏嗎 過季就是最丟臉的事嗎 因為你去參加Fashion派對嘛 可是她有錢啊 可是那是SANS的問題 可是她是過了 比如說十年前的季 然後她把它當成復古來穿 如果是Vintage 如果是Vintage就很酷 如果是Vintage就很酷 古董的就不同了 那實際上它可以帶很多天珠嗎 因為天珠有時候會舉辦 如果是美女髮師伴的派對 對啊 就如果是相關的OK 對 過季跟撞山哪一個比較丟臉 過季 撞山 對 撞山在台灣不公平 現在台灣常常 淨的衣服不夠 就是 很多名牌就是會只有那幾件嗎 譬如說它只有十五件衣服 好看的只有三件 可是全台灣的女明星都要穿 怎麼辦 妳婚後應該沒有要借妳了吧 還是搶得借 像我Gucci那一次 整個衣架這樣推出來說 妳就慢挑 然後我就說這件很 誰穿過了 我不要 她就說沒關係 我們後面還有緊急備用 從國外調回來 因為她們線上很多衣服就是 譬如說那些當季的名牌 她們拿季服裝給妳挑 沒有 這是最流行的 然後就押香寶拿出來 所以沒有牌子拒絕過妳 Harrie Winston有借過妳珠寶嗎 搶著借 搶著借 很多...很多天珠廠商 嚇得要有在天珠 以珠寶來看 吳佩慈比較厲害嗎 今天的話... 那應該要十幾萬吧 這要350萬 對 妳今天還踢館啊 妳叫什麼 手上的也要快接近200萬 妳是為了上節目而借的嗎 沒有 因為她們說今天有珠寶 所以我想說這樣就太囚了 結果沒想到 什麼... 什麼... 因為今天的團隊啊 還帶一條皮帶在補 沒有 她有帶了一個鑽石合環 我這也是很貴的耶 真的嗎 這個大概十幾萬 十幾萬吧 真的嗎 因為我最近很迷上這種 心形的東西 所以剛剛就也分了她一個 真正囚算是陸家儀好不好 我們不知道今天要珠寶耶 就沒有人 那是全衣貨吧 那個手拿包 妳這個像要 因為我們今天這服裝的風格 比較是這樣 明媛的耳環是真的嗎 對啊 真的 她是配合今天的 那是孫瑜賣的那個耳環嗎 就是 很想我們下午他們一下 多少 一百...差不多一百 一百萬 是嗎 私人擁有的 這是美國最多 私人擁有一百萬的耳環耶 妳自己買的 她 我廠商就會Dress她了 對 完蛋我們輸了可惡 她戴起來 妳還戴起來 怎麼辦... 我輸了 她已經有露奶真的 太臭了 所以余秉諺應該 一身那一瓶也有吧 那我也有亮 她的手錶還滿亮的啊 這個只是水蒜的 沒有辦法跟這邊比 項鍊... 這個只是Fancy送的東西 那你扣子扣的那顆大鑽呢 這也是普通的啊 我只能比大顆 麻煩你出現好嗎 對 現在 現在 她是靠身體在活動 她不是靠珠寶 男生應該沒有在比這個 男生比較少 男生其實也會 也有嗎 看手錶 看配件 看... 其實男生的衣服 是不是 就是當季最流行 價值不菲的牌子 Cutting 全部都看得出來 而且我老公很在乎 別人的鞋子乾不乾淨耶 可是我們去姑娘派對 他就會說 貝貝 你看那個男的鞋子 好髒喔 然後我想說 你怎麼連這裡的就... 那他會同意Roger 穿牛仔褲跟球鞋嗎 他可以同意有型 但是如果是髒亂 他就沒辦法接受 牛仔褲一定過關嗎 牛仔褲 Casual Smart 對啊 反而有他自己的 Roger醬得他是Roger就是這樣 也不是... 我真的很用心在穿 如果有人說 Roger老師你今天怎麼穿這樣啊 你會怎麼樣 我會說 沒關係 他應該瘋上那個人吧 我就不用跟他討論 他立刻飄酒 可是我覺得這樣Roger老師應該還好 可是真的記者就比較愛找我們茶 對 就女明星的茶他們很愛找 真的 S醬腳幾夾沒有擦得 乾淨比較重 那不會有一種 其實不會 我覺得女生如果要穿涼鞋 你腳乾淨不乾淨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位置 你過來坐這個位置 你看我們四個的腳趾頭都是 對啊 穿了這樣 你過來... 我也是十根啊 我也不穩穿了 你過來這邊坐 然後你腳跟他擺在一起 S的那個沒有擦就顯得好 這樣會有不好嗎 會不禮貌嗎 你這就顯得好平民嗎 怎麼會 可是他走得... 因為我就走個性對不對 他就諧星對不對 不是...是個... Roger老師我這樣會很不禮貌嗎 不會不禮貌 我覺得時尚都還是這樣 還好啦 你這個露出的範圍 因為他露的範圍很小 那他那個... 他的手指的大拇指 洗碗到脫皮 這個也好 一般這樣講 通常如果你真的有一些 沒有辦法注意到 就是你臨時照顧法 你盡量不要讓他露出來 因為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很巧妙的 就是用拿包包 或是用很多握手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遮掩住 我覺得順利破載滿多的 還好吧 就只是破皮跟沒差腳趾加油 你破皮是真的是不是 破皮是真的 可是不是洗碗 是怎麼搞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炒菜吧 好可憐喔 你炒菜也見鬼了啦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跟你講 記者常常真的是要找 我們明星的茶 因為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派對 然後就畫了那個鮮紅色口紅 然後其他裝就是很淡的 對不對 我們那個派對 然後明明就是很時髦 連孫雲都說 你今天好漂亮喔 然後進場前就有一個記者說 小意思 你今天怎麼會畫那麼紅的口紅 我就說 因為是配合埃及風吧 然後隔天一個我寫 小意思畫了一個 驚嚇度很高的紅口紅 然後我想說 你憑什麼走時尚界 你懂嗎 我覺得這就是為寫而寫 對 硬起來 明明那是時髦對不對 不知道就要吃 對啊 就那天他很...非常時尚 然後那是頭髮 因為那個是配合主題嘛 對 好... 不用回答這一題 你讓他講... 真的 紅口紅很時髦耶 我覺得配合派對主題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那我知道有很多那種標題 其實不一定是當時那個記者 他自己下的 有的時候可能是不在場的 因為是在記者上 對 餓了可以開始吃了嗎 可以 可以示範要怎麼開始吃 妳這樣講他很尷尬 他就不知道該怎麼吃 因為趴日裡面也會被拍啊 對不對 我走的是大食怪路線啊 妳穿這樣怎麼能夠走 大食怪路線 我會比較狠一點 叫宣傳把整盤拿來 然後我們去角落開始吃 妳這樣... 妳把整盤拿走 我們怎麼辦 妳是說... 妳是說我說 然後配著快點 我們去角落 好 然後再... 雞本 雞本 雞本像是各樣的 妳剛剛好像又餓了 妳在把東西吃 對 就不要拍我們... 妳們兩個好丟臉 這樣不對啦 很好吃耶 回來啦 很亂 所以 基本上我們會安排的這種 拿紙頭 一定要先拿一個紙 一定要先拿一個紙 很符合他們一口的 大根都用是一口的Size 對 其實妳在幹什麼 所以妳可以安心 要有水把食物灌下去 沒有 還有一個要提... 會噎到 還有一個要提醒女孩子去派對 很重要妳吃東西 對 我們剛剛還在聊就是說 巧克力 巧克力 芝麻 有芝麻的東西 有海苔的東西 妳就盡量的 對...任何會... 有可能卡在牙縫裡面的東西 或者是妳吃完巧克力 然後正好打招呼 這樣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吃完東西一定要這樣 嘶嘶 就... 一定要輕 一定要快聽 還有紅酒 紅酒 他就不能喝紅酒 紅酒真的很可怕 就是喝完就是 妳那個 嘴唇的裡面都會這樣子紅 對 然後每個人嘴巴都一圈熟 然後還很開心 應該是香檳比較好 對 香檳也是 他像他喝紅酒 就會整個牙齒全部都 就是變暗色 我剛剛聽到妳咕嚕的聲音 妳到底吃了多少東西 好 我要看董小玟 那怎麼吃 會挑比較小的 如果真的餓的話 所以擦牙籤那個不太適合對不對 對 那不適合 因為牙籤不知道怎麼辦 好 所以要先拿一個紙巾 然後紙巾 然後... 我通常會有一個 對 會有人會來 然後妳就拿一件 就拿一個小小的 然後可以一邊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對著人家吃下去嗎 還是要... 不可以 就是講一下 不好意思 我吃一下 她講不好意思 有時候會... 講話的一半 不好意思 不能夠裝天真就說 這樣子啊 然後在醫院把它塞進去嗎 就會很熟 很熟可以 琪琪如果要吃那個牙籤怎麼辦 牙籤的應該不會選吧 基本上很困難 就如果一定還會選 很可愛 哈囉 妳也會來這邊嗎 不好意思喔 有一點 她很小嗎 她就不好意思在講 小時候很有禮貌的 所以牙籤的是不是有問題對不對 牙籤的比較不好選 對 所以最好都不要吃是不是 沒有 通常會建議 通常是在有一個 你看 她都還擋著嘴巴在阻絕 我都是這樣子 我通常建議如果妳有牙籤的話 妳把它吃完之後 妳手上如果有這樣子餐巾紙 妳吃完就把它包住 然後如果有... 那不是拿來替牙的嗎 如果有人... 有人那個酒杯走過水 就再放到她的毯子上面去就好 所以如果公安公司 妳們要整明媛的話 就是給他們很難攪的東西 就好對不對 又包很多碗牛肉麵啊 牛肌 很多眼力碰的耶 那應該要... 海苔啊 海苔啊 然後巧克力粉啊這樣子 對 那Roger男生就沒關係 就愛吃什麼就吃吧 男生其實比較沒關係 男生反而妳大大方方的吃比較好 要不然就會覺得妳很做作 對啊 因為這些東西真的 OK 這樣沒有問題對不對 OK 然後萬一她一直吃呢 就把整盤都吃光 就只會說她好誤會 妳是因為真的在水上怕吃很難 妳現在就要這個分大機會 邊吃邊講話 就是她在水上不能問她 不能問她問題 就這樣子 那我還在旁邊幹什麼 就是... 就看放話 或是就放話 或是一起吃 所以如果叫她吃的時候 問問題是非常沒有禮貌的行徑 是不是 就是會讓她出口 那時尚派對喝到有點茫 算不禮貌嗎 就是妳要讓人家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其實我覺得像香檳 就是非常適合時尚派對 因為香檳很容易 就是一杯以後 妳就會有微醺的感覺 但是妳不會醉 妳是可以控制自己的 那其實去時尚派對 很怕喝醉這樣子 妳有看過有人喝醉嗎 我是有聽說過朋友的朋友 喝醉 我們曾經去過一個 很瘋狂的派對就是 我們有個好朋友 一個名媛 她就... 她拿著她的那個 很大的 裡面塞了一瓶瓶 然後就說 就把我們全部都帶到旁邊去 我們就也沒有杯子 就打 直接拿著香檳腳 這樣偷偷的在旁邊 對...偷偷的在角落 那個很好玩 妳為什麼不直接接長吸管呢 就還可以一邊看就一邊看 這樣子 可是那個很好玩 就是幾個好朋友 大家躲到角落去 然後就直接拿瓶子 在那邊跟... 我有朋友帶... 我有朋友帶香檳去看電影耶 也是用吸管 就先把香檳倒到那個... 那個...水瓶 那個... 愛用那種瓶子裡面 然後就放在皮包裡 然後帶吸管 然後就看電影看 然後就一直吸... 然後電影看完一半就開始 大家就... 對... 接下來就四個人 就一直打開 對... 如果用吸管喝醉得更快 真的喔 對 然後他們就很醉 然後別的... 別的觀眾都不知道 有那麼好笑嗎 他們就是笑到不行 我有一個朋友 曾經在一個國際知名的 時尚的很大的派對 然後就是有各個 時尚街的大咖都會去的 派對上喝醉 然後她本身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女常人 然後是一個品牌 就是也是負責一個品牌這樣子 然後她就喝醉 然後她喝到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太久沒有去參加派對 遇到很多好朋友就喝醉 喝醉以後 她就跑去跟那個品牌的 國際的總裁 然後就找她喝酒 然後那個總裁就說不要喝 然後她就開始 就因為已經整個人喝醉說 妳幹嘛不喝 妳幹嘛不跟我喝 用英文跟她盧 然後後來就被其他朋友 就抓走這樣子 不是發生在台灣 可是後來那個女生 就從這一次之後她就 消失於時尚派 她就戒酒 她覺得實在是太丟臉 那請問應該玩到幾點 可能大概一個小時差不多吧 一個小時就走 差不多 因為妳待到最後其實很尷尬 如果還參加後面的派對 會覺得沒升價嗎 有人會這樣覺得 可是陸佳儀說 希望大家留下來玩 可是有熟的人的話可以對不對 對 我覺得就看 跟這個品牌關係 就如果你今天去就是 因為跟這個品牌還滿熟 或是有很多朋友一起去的話 其實現在就是越來越多人 可能是在看完秀之後 他會舉辦一個Party After Party 那就留下來就是 跟很多時尚界的朋友 就打打招呼 因為平常大家也不容易遇到 所以你們會有那種 明星的黑名單嗎 就哪一種型的藝人 絕對不能請 其實應該是說 為了客戶那一端會有 因為不一樣的客戶 不一樣的品牌嘛 他們會有自己的所謂 拒絕往來戶 那那種拒絕往來戶 如果來了呢 不請自來嗎 就是在FOTOC 我們會有不同的工作人員組 我們會有辦法就是 把它帶開啊 就是如果已經到了嘛 你不可能就是讓他離開 那我們就不讓他到我們的FOTOC 那我們會很Nice的帶他們進去 可能就安排比較角落的 藏起來 市場地區就讓他們坐 所以真的有這麼不受歡迎的嗎 有... 而且公安公司很好玩 他會就是很優雅的動作 但是很用力這樣 真的嗎 來這邊請 真的 就是他們動作都很優雅 你們有看過太極拳嗎 就是 最竟力使力的一種感覺 就是看起來很多 但是很用力 大家有點是被互送 就是來這邊歡迎... 然後就把他送進去的 會不會工作人員的人搶檔 就不讓他進去拍照 會不會有不適項的藝人還說 我還沒有拍照喔 有 真的有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的話 當然就是說可能 看客戶在不在 如果客戶很在意的話 那我們就會用別的方式 去跟他溝通 可是客戶不在我就讓他拍了吧 因為會不會上版面那是媒體的喜好了 我們也不用去控制 就要不要太耽誤我們時間就好 因為兩位有別的麥克風 所以他們應該是有話要講的 不是 你們要講不是 繞口令 不怕說如果你們對酒 或是餐點有問題的話 餐點是你們準備的嗎 很好吃喔 餐點很棒啊 很好吃 真的 你們平常在派對會碰到 南客跟你們搭訕嗎 很多 真的嗎 就你們拿著盤子經過的時候 會被... 我們是吧台 在吧台 對 他們過來要酒的時候 會跟你們講話 會 比比 因為你是想要演嗎 不要一杯什麼 然後呢 你要搭訕什麼 因為我沒有搭訕過耶 你沒有搭訕過 我就... 你不是色情狂嗎 不是 對 因為我們在 如果到這種派對的時候 會想說 球免費 結果只會想說 我去拿球 穿上 就走了 李平言 說實話 就這兩位 在吧台後面的時候 你會先瞄誰 當然沒有穿的少的先啊 真的嗎 真的啊 可是他有戴牙套耶 對啊... 那你就不要笑嘛 幫我 不行啊 要不理你 然後如果他對你笑呢 對我笑 那我也就對他笑 就不會進一步要電話什麼嗎 我不會 我重點是要拿球 所以你們兩位都遇過客人 跟你們講話 然後有進展到要電話的狀況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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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小艾斯的先生嗎 沒有 我不是 他老公不會 沒有 我看過他 可是 我老公 再拿... 快點 你也有在場 你也在有什麼關係 好啦 知名人是哪一 是那種企業界的還是民生的 企業界或異界都有 可以抱一兩個比較紅的嗎 也有 男生... 男生 跟妳搭訕吧 傑森 唐志忠 跟妳搭訕 我是真的落井下石 沒有... 沒講唐志忠 壞康哥 妳說妥中康嗎 對啊 她有時候不會知道自己的員工是誰 所以她是認真的想要跟你做朋友嗎 沒有 搭訕的話 妳就唐志忠啊 沒有 妥中康 妥中康 因為她知道我是吧台所以還好 會立刻回家上網 然後跟大家講嗎 不會 不會 有職業道德 可是我會耶 我會立刻打給朋友說 我剛剛看到一個好精采... 然後覺得立刻跟著講 我也會講 天后集的 天后集怎麼樣講出來快點 喝到最後還是被人家藏著出去 然後還跟班牌要電話 跟男班牌要電話 算了... 麻煩請妳們走開好不好 我們要珍保他們兩次 沒講話 都給他速度被暗砸 妳覺得... 你們覺得吳佩馳拒絕 跟隨唐合照真的嗎 當然是假的 不相信吧 我念真的從頭到尾 沒見到他的人真的 我發誓 真的 妳眼裡沒有看到他 不是 因為我一直以為他穿 我一直以為他穿白色還是黑色 我一直搞不懂 他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所以我好像說廠商說 他會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然後叫我穿另外一個顏色 結果他那天根本就是穿了再 另外一個 就是不同顏色的衣服 沒有配合廠商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見到他 然後根本也沒有人問我們 要不要合照 所以為什麼傳出來 妳不會要跟他拍照 我不知道 我覺得記者 可能覺得這樣比較有點 但事實上 妳不會拒絕跟任何人合照 因為妳人都去到那 妳不會拒絕跟任何人合照 就萬一站在那個背板前面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女明星 妳要跟他合照 譬如說 對 其實沒有拒絕 沒有 其實基本上妳不會太拒絕 因為現場有這麼多人的時候 就是妳如果拒絕 只是讓自己比較糗而已 沒錯 所以不可能拒絕的啊 那妳有碰過亞洲區 或者什麼歐洲總裁捏妳背嗎 我有遇過跟我搭訕的耶 真的有 然後他內容是什麼 就是要跟我要電話 然後我就毫不猶豫的 立刻把宣傳電話寫給他 然後人就走了 可是他是那個廠牌的總裁耶 他是那個廠牌 我是在上海遇到他 他是管所有亞洲區的 那妳幹嘛不好好配合 搞不好他是好男人啊 不是啊 明明就是有老婆的啊 有老婆 妳怎麼知道 因為我就常常聽說他很澀 很愛搭訕各式各樣的女明星 因為他其實這個圈子 是傳得非常快的 那妳可以跟他要求說 妳要一個什麼 300萬的珠寶就好嗎 其實沒有什麼必要啊 好 那如果隔天版面 就是有女明星露底褲 妳們會隱約懷疑是故意的嗎 通常如果是固定幾個 比較愛炒作的藝人 我們會覺得他什麼是故意的 就如果是S露 就是真的不小心露起來 可是如果已經露毛呢 我覺得要看顏色來區分 那個人是不是故意 有沒有弄好顏色對不對 什麼樣式啊 就如果他那個樣式 是精挑細選的話 或是跟這個人平常的形象 像之前孫燕姿就有露過一次 好像是紅色的 我就覺得那真的是不小心 可是有一些什麼 模特兒會露一些 比較很漂亮的白色 就很白到很離奇的那種 對...就比較像安全褲那樣的顏色 我覺得那其實他可能是穿的 可是因為非常容易拍到 譬如說像我們這樣一定會累 可是妳只要這樣一換腳 它這邊就是一個空隙 所以一定要用包包 或者是什麼遮住然後這樣換 可是我們真的有時候只是累 兩個人聊聊天 妳就這樣瞬間就換一下腳 立刻就拍 就太著重於聊天也不行 因為妳會忘記妳 所以妳們怎麼看待像 布蘭妮他們開始不穿底褲這樣 就妳覺得台灣 有一天會流行這一份 我覺得很不時髦耶 超不時髦的 那不流行啊 那流行嗎 Roger老師 所以不會走到那一步 對 那個應該是可能 就是瘋狂 我覺得那已經過度的 覺得自己很流行吧 沒有 那其實 但是本來可能有穿 然後後來不見而已吧 可能因為已經睡了或太忙了 然後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不記得套起來 我覺得完全不穿 他們會說乾脆我們就不要 穿那個內褲 完全我覺得不穿出門 是有一點奇怪的 對 看秀的時候用那個吸油面紙吸 會不會很丟臉 看秀的時候 最好是專心看秀 對 為什麼 反正燈光都在台上啊 沒有 因為燈光的余光 會灑到我們都在旁邊的 而且吸完以後 那張藍色紙要放去哪裡 放到宴會包裡面啊 還滿合理的吧 可以在秀開始之前 喜或秀剛結束 按燈的時候 那看秀的時候 如果被擺在爛位置要怎麼辦 就 我覺得 假設 假設妳好像本來就想做這樣 去派對 就是最重要就是 怡然自得自己的自己 不可以翻臉走掉 比較不會那樣啦 去到那裡就是要開心 而且妳走掉 其實大家也會覺得妳很奇怪 所以吳沛慈妳現在的 妳現在的極數進食尚趴 一定坐在第一排嗎 是啊 第一排 第一排中間嗎 就 大部分都會坐在 譬如說他有總經理或是總裁 就會坐在他們的旁邊 所以對我而言就是 常常是英文繪畫課 因為妳不能就讓兩根乾做 妳還是要聊說 我覺得這支的衣服很漂亮啊 對 我們這支真的好好看 好想買喔這樣 然後順便有沒有打折 就順便 之類的就順便問一下 其實真正的大客戶 萬一是董小雯他們這樣的人 那他們才應該坐比較好的位置 可是VIP他們都會有VIP專區 對 會跟藝人去 所以他們大客戶不會計較說 我們的位置沒有明星的好嗎 不會的 對 因為額外都會幫他們 做一個VIP的這個賽 就不是佛那個記者的 我們今天準備了那個珠寶秀 要給大家看 所以妳坐在第幾排 我去的話妳... 麵排 不用去 妳自己不會講 我請他給妳講 燕餅的我講解 好 我們來看一下秀 所以看秀秀要要我嗎 對啊 就會兩個這樣 好漂亮喔 可以買... 好想要 真的會講出可以買這三個字嗎 我會講耶 他比較常講不用買... 這有夠瘦的 對啊 怎麼可以瘦成這樣啊 他這樣應該是夠瘦吧 VIP值應該只有18吧 所以看秀的時候 大家可以一起講話嗎 會留意一下 好 謝謝兩位 對 大家就放大聲的反彈 大家就聊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私底下就是在旁邊而言 什麼這樣 怎麼那麼漂亮 怎麼那麼瘦之類 可以買 不用買 就這樣子 對 就說這也太誇張了吧之類的 上一次就像她那位 Gucci的派對 然後觀影坐在我旁邊 她就一直跟我講說 妳看那個地板是玻璃 妳可以看到那個花朵的內褲 妳就一直說 我只可以看到內褲... 看到內褲了 其實聊的東西都是非常無聊的 要自己找樂子 自己找樂子 對 就是妳可以把焦點放在 就是模特兒在秀的東西上面 然後妳也可以把焦點 放在其他事情 所以時尚趴不可以剖心事嗎 就是... 不要聊心事 模特兒出來 妳還一直不能跟人家講說 我最近跟公婆什麼這樣 沒有 大家都... 跟外遇也怎麼辦啊 蔡君老師 最近的事情了嗎 沒有 我是在虛過的啦 不是 要這樣嗎 這樣也要接對不對 其實比較難聊這些的 會聊一些... 然後又人來來去去 你沒有辦法靜下心來 聊一些比較表面的東西 可是男生真的比較... 妳們比較少請男生去... 都是請女明星嘛 對不對 對 女生的話居多 那余秉諺是等於你是去工作 然後工作完休息... 就留下來玩是不是 對 有時候也是會有 單獨去參加的 那大部分的時間 通常都是可能 我有在當場做場秀 做完秀之後 留下來跟大家一起 就喝杯酒 然後再三人 所以你不會大喝特喝嗎 會喔 有時候 他們很怕你穿的時候 他們都會... 他們公司都會一大票模特兒一起 然後就是... 所以這兩位也是妳的同事嗎 所以會在場中熱舞嗎 如果像有些 如果今天不是秀珠寶秀 如果是秀一些其他的一些 年輕一點的 比如說一些服裝的秀 我們就會叫得很 這很時尚的叫聲耶 很時尚耶 很時尚耶 而且就是... 一群喔 就一個角落在裡面 而且就是秀結束 他們就是會看到他們一群模特兒 然後就換上自己的服裝 就比較開心 但是也是很心上 很有心 然後就一群人很在那邊狂舞啊 然後狂吃啊 好像就會說 你們留下來嘛 衝一下人氣 然後帶動一下氣氛 對 他們很會帶動氣氛 所以如果After Party都沒人的話 代表很失敗對不對 其實是After Party 我們通常只留20分鐘到30分鐘而已 DJ才等時間 你們判斷的標準 根本是第二天媒體報導的幅度 對不對 當然是那個最多 再來就是我們真正請來的VIP 他們那個消費族群那個 讓他們開心就可以了 有廠商會要求你們要找余秉諺這種 就是肉類去廠子裡面嗎 讓貴婦覺得高興了嗎 通常我們要娛樂那個... 貴婦們 對 貴婦們的時候 他們會... 真的耶 你就是牛郎啊 我們會學一些小玩意 跟他們去玩牌啊 對不對 然後玩意去工作 那是一個小小的環境 要不然就是有另外一種就是 你們去拿幾倍球嘛 就是看有貴婦地方 你們去穿著她中間坐下就對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會有貴婦殖名 所以我要余秉諺嗎 你跟陳志祥誰比較受歡迎 差不多... 所以貴婦真的會看到你們很高興喔 會 他們也會就是 好 聊... 所以他們在那邊無聊 你就坐下去 他們就會很高興跟你講話 不會說你是誰啊這樣 不會 可是通常是比較稍微年長一點點 有點年紀 所以你已經有參加過貴婦的飯局嗎 沒有耶 你為什麼補那個好好發展 好好發展 那應該不是我主配的一條線 真的嗎 那不是妳的強項嗎 也沒有 妳說是嗎 妳很奇怪 其實 如果習慣呢 只吃飯而已耶 那我認為不是錢 就萬一真的只是一個飯局 然後妳可以認識很多重要的人 這樣不好嗎 沒有這麼便宜的好事會發生 男生不會嗎 因為我認識一些貴婦 她們真的結果就只是一場飯局耶 而且男生就算賣身會很嚴重嗎 很嚴重耶 而且就算男生賣身很嚴重 我很矜持的 對啊 就算男生賣身很嚴重 對你來講應該也不算是不好 反正你也亂搞啊 我沒有 沒有嗎 我名聲很差耶 我會慢慢把情分 對... 那個妹妹她... 她是不是有花明在外 好好回答 還好 回去會被她揍耶 不會...妳可以造勢回答 對不對 還好啦 她有同時兩個過嗎 妳是說她還好是她不紅 還是... 反正妳就可以... 兩個都沒包兩張 我又不走 她怎麼有名 然後又花對不對 那後面兩位女士 有看過她在夜店嗎 有 我看過也是她沒有怎樣 真的嗎 真的 是我們誤會她囉 真的 所以這幾位 她結婚沒有影響她的受歡迎程度嗎 就是派對還是會一直找好 幾乎沒有 說實話 這樣不會因為當了媽媽 而就盡量少約嗎 我相信妳自己保持 妳很苛責自己的 所以如果變胖 反而是不會要約的原因 因為衣服妳可能穿不下 要為了妳有改的話這樣就不可惜了 那如果抱著孩子去呢 我覺得很OK啊 她是時尚的媽咪啊 對啊 對 她其實這一次她... 小S有自己很多的Style 我記得她這一次 把我們的這個展示 特別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來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特別 那個頭巾是我自己想的 她自己設計這樣 裝什麼穿的 就是穿她們的那個禮服 然後綁一個頭巾 就是被票覺得 那天是最漂亮的 真的 她都只有妳去嗎 所以雲 關雲都有去 都去了 結果妳最漂亮 她的版面都只有這樣吧 所以妳還是很受歡迎 妳不要別擔心 就要去哺乳 我沒有擔心 所以妳在擔心 對啊 我覺得妳一直擔心自己 怎麼生小孩以後會怎麼樣 所以 曉雯妳喜歡這些女明星嗎 其實我們看起來都還滿討人厭 但其實我們人都很討人厭 對 她試一下就會打招呼 佩慈看來超賤 可是她人很好 對 她就會打招呼 對 下次可以遇到 她可以打招呼 吳佩慈 薩龍帕斯小開 所以呢 怎麼樣 正在交往嗎 她家真的是賣薩龍帕斯的嗎 我也拜託放過我 為什麼 為什麼要放過妳 我覺得應該算是就是 我覺得交朋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後我也一直就是 其實滿少有機會認識別人 對 所以我很珍惜這個 難得的機會 所以還是 對 還是想要低調一點比較好 反正妳可以免費拿沙龍帕斯吧 沒有 我跟妳講 要多少有多少 真的嗎 真的啊 好 很好 妳到底要有多少啊 我看我女兒胸很痠耶 你們的氛圍都已經清楚了 我這兩邊超痠的 陸佳穎那最後我們要歡迎 張正月的廚藏嗎 歡迎張正月的廚藏 歡迎張正月的廚藏 哈囉 我們都很幸運 妳很適合妳 這很適合妳 對 對不起 變不出喜歡 但是你看看 笑得有多開心 對 這樣很樂 我們是逗妳們 其實很幼稚 是不是 好 來 謝謝妳們今天來 謝謝 下次歡迎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